如果心情见 这个是求学 无论是释法是佛法 原理是相通的 要用真意心去学 用清净心去学 用智慧心去学 你才能学到 这些话说得容易 做起来的 为什么 没有清净心 一般人的心 总是有疑 有虑 有疑惑 有顾虑 有贪 有痴 这些东西 对我们修习 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为什么 它障碍我们真心 让我们对于所学的产生意义 让我们对佛菩萨起以后 对古身先行起以后 疑 是菩萨最大的障碍 为什么把疑写在根本烦恼里头 根本烦恼六个 疑是第五个 贪嗔痴 痴难 下得就是一眼 不是对普通事情的怀疑 对自信怀疑 对法性怀疑 对佛菩萨 一定要破密可恶 所以我们都许了障碍 我们都许了障碍 今天都说 今天希望 最后就落空 我说障碍没出去 谢谢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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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